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在第二季度取得129亿美元营收之后,持续高歌猛进,第三季度财报又超出预期的,总营收突破142亿美元大关。 从其主营业务来看,有升有降,但整体区域向好,在半导体行业仍处下行周期之际,英特尔展示出在半导体市场的强大韧性和强劲实力。 英特尔预计,第四季度业绩仍将重回增长,其乐观预计,营收将达146亿美元至156亿美元之间,同比增长4.2%至11.4%。 这一业绩展望的平均值为151亿美元,亦超出分析师预期。 作为英特尔旗下的PC核心业务,尽管遭受了PC消费需求锐减的冲击,但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去库存之后,营收已达79亿美元,尽管同比下降仅3%,相比上半年,整体26%的下跌已大幅收窄,显现出明显的复苏走向。 英特尔CFO David Zinsner 认为,英特尔所有业务的表现都好于预期,其中,PC业务表现最为突出。 数据中心和AI事业部是英特尔第二大业务,营收达38亿美元,虽然同比下降了10%,但营运利润为7100万美元,相比之下,去年同期的营运亏损1.39亿美元已实现正反馈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表示,数据中心市场已呈现正常化的迹象。 从其他几大业务来看,网络和边缘计算业务遭受了下滑,第三季度应售为14.50亿美元,同比下降32%。 旗下自动驾驶部门,Mobile Eye第三季度应售为5.30亿美元,同比增长18%。 而英特尔代工服务事业部最让人眼前一亮,第三季度应售为3.11亿美元,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7800万美元,同比增长299%。 毕竟,这是英特尔向IDM2.0战略转型方面的重要支柱,这也表明英特尔稳步推进4年5个制程节点计划的成效在逐渐显现。 今年爆发的生成是,AI浪潮虽然刺激了数据中心市场高速增长,但辉达无疑是这一波红利的大赢家。 顺应生成是AI的大潮,如今的英特尔正请起让AI无处不在的大旗,在软硬体层面强力构建新的护城河。 在数据中心领域,第四代内置AI加速器的智强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高低2的陆续推出,让英特尔迎来了AI业务的增长。 在捷豹频传之际,全新的路线沿进也已在推进。 代号为Emerald Rapids的第五代英特尔智强可扩展处理器已在生产中,于12月中旬正式发表。 此外,具备高能效的能效和处理器CLR Forest将于2024年上半年上市。 与第四代智强相比,拥有288核的该处理器,预计将使机架密度提升2.5倍,每瓦效能提到2.4倍。 在AI加速器层面,采用5nm制程的Goldy 3将于明年推出。 Goldy 3的算力是Goldy 2的2倍,网络频宽HBM容量是Goldy 2的1.5倍,而在下一代,AI晶片代号为Falcon Shores。 除了在硬体上加速构建,AI效能优化的晶片产品组合之外,打造开放的多架构的软体生态,也成为英特尔的重中之种。 英特尔除全面上线在OneAPI基础之上的英特尔开发者云平台Developer Cloud之外,还基于AI推理和部署运行工具套件OpenVINO发表2023年1月版,支持CPU、GPU、VPN等不同硬体。 从而在客户端和边缘平台上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优质选择。 PC作为英特尔的大本营,英特尔也在求新求变启动了AI PC加速计划。 只在2025年前,为超过100万台PC带来AI特性,并由最新发表的酷睿Ultra处理器率先推动。 有咨询公司指出,明年将成为AIPC规模性出货元年,全球AIPC整机出货量将达1300万台,AIPC在2027年成为主流化的PC产品类型。 这也意味着,未来5年内,全球PC业将稳步迈入AI时代。 但不得不说,AI和PC领域强敌环似,英特尔能否凭借上述利器在数据中心和AI业务领域实现飘红,还有待时间验证。 尤其是在当下,美国升级AI晶片出口禁令,英特尔高低二或受到影响。 而且,除要与辉达等强大对手在AI硬体、生态领域竞技之外,在其多年占据绝对优势的PC CPU市场也面临新的挑战。 最近高通、辉达、AMD等均在开发基于ARM架构的PC CPU,且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统计。 2022年,全球PC电脑总出货近3亿台,X86架构,CPU约占80%以上。 ARM架构,CTU占10%,机构预测ARM的份额到2027年将翻一倍。 英特尔全面拥抱AI、工艺的重要性,不言而喻。 自启动IDM2.0战略以来,英特尔稳步推进4年5个制程节点计划,正在一步步夯实。 Intel 7和Intel 4已实现大规模量产。 Intel 3正按计划推进中,将于2023年底生产准备就绪。 Intel 20A正按计划推进中,预计将于2024年上半年生产准备就绪。 Intel 18A正按计划推进中,预计将于2024年下半年生产准备就绪,并已达成推出0.9版本PDK的关键里程碑。 而且,英特尔正在全球范围内大举投资,疯狂扩产备战。 最新的进展是,英特尔开设位于爱尔兰·莱克斯利普附近的Intel 534精元厂,标志着在欧洲的晶片批量生产中首次采用EUV。 而且,今年年底前将安装世界上第一台用于商业用途的EUV,以继续俄勒冈州基地的改造和扩建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就将第三季度的突出成绩,归功于在制程工艺和产品路线图方面取得的全面进展,与新的代工客户达成协议,以及让AI无处不在的趋势。 他强调,英特尔将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,重建执行力并兑现对客户的承诺,在IDM2.0战略转型方面,持续取得重要进展。 新的EUV到货或促进英特尔的制程进阶,关键是英特尔有玻璃机板先进封装以及背部供电等技术助力。 部分晶片可自产,但大量生产能否满足需求上代观察,这仍需产业链协同。 另外也要看到的是,三奈米的镜夺还刚刚开启,二奈米的竞争已全面打响。 在二奈米技术后,GAA技术将成为主流。 英特尔、台积电、三星将在同一结构上相互竞争,这涉及供应能力、成本、产能和服务等综合能力的考验。 总体来看,在AI晶片的博弈、PC领域的新竞争、先进节点的白热化镜夺之下,英特尔面临的考验仍将持续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